暑假热门景点一房难求 但是偶像剧取景民宿却传出了席灯消息 位在国境之南的民宿旅行公寓 曾经是偶像剧的拍摄场景 艺人张军令、彭于燕还有阮青天等人都有入住过 后来也成了背包客首选之一 但是因为房租的关系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业者决定在上个月结束14年的经营组员 当年由张军令、彭于燕 燕今天等人主演的《我在墾丁天气情》 随着戏剧走红不少人都选择 和剧中主角一样龙斯底在墾丁 而协助拍摄的民宿旅行公寓 也成为不少人入住的首选 但上个月却传出已经瞧瞧吹洗灯号 算地标了吧 因为一下车站就会看到 我们也是尽量半年好 我们就是希望让很多的游客可以看到 恒春生活就是美好的一面 说到这家旅行公寓 他在恒春半岛颇有名气 因为每晚的房价只要千元左右 月租也比长租套房来得平价 不过近期受到疫情影响 房租又比一开始涨了两倍 业者撑不下去 只好选择结束14年的经营租约 他们没有做错 我们就想说就把它把它推个下来 太想看到他就这样子直接 就是退出我们这个生活圈 那我们就是把它接下来做 那希望能延续这家旅店的精神 消息一出后不少民众都觉得相当惋惜 不过别担心 现在由房东继续接管民宿 还能创造属于更多旅行公寓的 美好回忆 记得苏世伟频道报道